人跟人的接触 实际上就是素质高低的对比 一个千千君子 彬彬有礼的人 实际上就是人格高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 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人格师父讲过的 格实际上就是格数 一格两格三格 你到底属于哪个格 即档次里面的 师父还说 所以人跟人的接触 你就能体会到 对方对你忠诚不忠诚 品质的高雅或低劣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 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先生急性腰痛 通过放声化解 菩萨慈悲保佑先生 大事化小 顺利度过一劫 下面我来分享 学佛念经后发生在 我家的灵验事例 2021年下半年 我先生58岁生日前 有一天突然急性腰痛 站也站不住 坐也坐不住 站几秒钟就要坐下来 坐几秒钟就要站起来 反复折腾 还有我帮他扶着他 才能站起来坐下去 没办法 他只能躺在床上 晚上连厕所也上不了 只能躺在床上 用作便器 第二天还是这样 因为我没有 自存经文组合小房子 所以我就准备 第三天早上 到菜市场 救下几条刀下鱼 为我先生去放声 放声完回到家里一看 床上没有人 我很惊讶 赶紧给先生打电话 结果电话里先生说 他自己出去玩了 真是太神奇了 只救下几条刀下鱼 就这么轻松 解除了先生的痛苦 之后我继续为我先生 放声了两条刀下鱼 真的太感恩观世音菩萨 太感恩师父了 过了几天 先生就能出去工作了 等到先生过了58岁生日之后 有一天 我在家里念经 突然我的心里咯噔一下 感觉我先生 好像有事要发生 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所以我就在心里 默默地祈求菩萨 保佑先生平安无事 过后我就把这事给忘了 过了几天之后 我先生真的出事了 工地上有个钢管 砸到他的眼睛下面 离眼球只有两三公分 流了好多血 马上送到医院缝了四针 我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他说这次还算好的 前两天有一个钢管砸下来 差一点砸到我头上 这次结算是过了 出了血受了点伤 我听了想起自己前几天的感觉 怪自己当时怎么不帮先生 念几张经文组和小房子 化解关节呢 我真的是鱼吃极了 感恩拿摩观世音菩萨 慈悲帮助先生 大事化小 之后 我为房子的药经者 念了七张经文组合 小房子 自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我想 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 所以 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储存一些经文组合 小房子 人生无常 以备不时之需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爸爸查体 干部有站位 求菩萨保佑 查体正常 前段时间 村里查体 做彩抄 人家看着 爸爸干部 有东西 让他去医院查查 他临来查之前 我帮他的药经者 烧送了 二十一张小房子 求菩萨加持他 给他更多时间 加持他的佛性 让他能够见证佛性 帮他求的这几天 油灯天天结莲花 而且花瓣很大 我心里也没感觉害怕 感觉菩萨一定会帮他的 来检查时 医生说 看着像是个瘤 让我们去肿瘤门诊看 肿瘤科呢 医生让我们住院 做加强CT 还开了查血液里面 有没有癌细胞 我爸也害怕了 师兄跟我说要放生 我又许愿帮他放生 五百条鱼 他杨历生日 帮他的药经者 念诵一百零八张小房子 结果检查下来 干部是一个囊种 钙化了 没问题 早上住的院 当天就出院了 心里万分感激 感恩菩萨慈悲加持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运用三大法宝 成功化解甲状腺结节 乳腺增生 胆囊吸肉 师兄们好 2011年 我有幸接触了心灵法门 看了台长师傅的书籍和视频 2019年 我查体时 查出甲状腺结节一厘米 乳腺中度增生 胆囊吸肉 0.2厘米 我年龄才20多岁 没想到 已经有这么多的身体疾病 我焦虑万分 开始每天早晨 前程许愿 念大悲咒 心经 多吃素 多念经 期间还参与放生 一年后 再次检查 甲状腺结节 乳腺增生 胆囊吸肉 已经不见了 以上 是我个人运用三大法宝 化解灾节的真实体验 分享结束 如果 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树上的知了 每天在唱 知了知了 知到了 知到了 树公公叫他 跟知了讲 你要躲起来啊 你知道风太大 你这个会掉下来 摔死的 这个知了 冲着树公公说 知了知了知了 最后被风一吹 这个知了 从树上摔下来 摔死了 现实生活当中 有很多人 对什么事情都说 我明白了 我知道了 我可以了 然后事情办砸了 先唱 知了知了 然后再唱 迟了迟了 我们人 我们人往事不堪回首 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 想一想你们走过的一生 你们做错了多少事情 你们当时觉得你们都知了 你们现在都 吃了 记住了 不想学 不想听 一定会迟了 美国通用公司 大富豪 亨利福特 他说过一句话 任何停止学习的人 他已经过早的 进入了老年时代 无论他是二十岁 还是八十岁 能够坚持学习的人 他将永保青春 因为佛法界说 我们很多的人 无名习气 照亮着我们 因为我们不懂 所以我们才做错 那么多的事情 因为我们过去 以为自己都懂 所以我们才会做错 那么多的事情 无知 使我们变得 心胸狭隘 目光前短 使我们安于现状 固步自崩啊 使我们觉得 骄傲自满 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干 想一想 有多少出事的人 不就是以为自己都明白 不会出事吗 懈怠 松懈 使我们上师了 最为可贵和宝贵的 精神和人性的创造力 感恩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一个人整天讲自己的事情 这个人就是比较自私的人 整天跟你讲帮助别人 怎么样对人家好 这种人就是人格高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 再次相会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